有这三种习惯的同学跳舞一定好看 第一种做什么动作都往远去 这种远我们主要指的是肢体的远 更多的是手臂的一个远 你看到别的同学做出来好看 那是因为他每次走都画一个最远最圆的路径 你看现在的状态是不是有大臂到手指尖的感觉了呢 那之所以你做不好 是因为每次你都喜欢用胳膊肘上下 是不是这个动作很多同学都很熟悉 你长达很长时间都是这样起和落的手臂 记住我们的关节是进行一个配合 而不是去表现关节 第二种不去折自己的身体部位 这类跳得好的同学不仅会有手臂向远 而她的身体也会找一个非常圆弧的一个曲线 其实这种曲线在女性身体上尤为的明显 你如果用好了 那你的气质和魅力大大的增加 而大部分同学是觉得 哎呀我想图省事 那他就把路径做得很短 同时把自己很多的身体部位折了下去 比如你的胯 比如你的脖子 比如你的熏腰 比如你的大腰 现在这个状态是不是每一处都形成了折点 这种折点还有任何的圆曲之美吗 第三种同学 有开必有和 这个概念可能很多同学没有听过 其实就是利用了惯性找了一种回去的范儿 你看到很多跳得好的同学 他是会有一种以柔克刚 行神俱备 行云流水的一种状态 他会有韵味 这种韵味就是来自于有开也要有和 这样的状态 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找过呢 你不管是向前向后 还是向上向下 你都是突然的出去 再突然的回来 那如果你出去了 你就打开了 那回来自然就要收回来 你上去了 向上给熊腰 下来就要沉下来 喊熊腰 这样的状态有没有舒服 那同学们 你们告诉我 你属不属于这三类好习惯的同学 到这种状态 你自己在这种状态 你去找到这种状态 你应该去找到这种状态 你应该去找到这种状态 你应该去找到这种状态